今天要来打疫苗啦 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我 怎么王老师你还不打疫苗啦 完啦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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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疫苗以后有什么感觉 有祖国母亲照顾的感觉 真好 分享一则比较暖心的消息 就是台湾最知名 最著名的田中艺人 黄安今天确诊 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过去在中国各种场合 说中国的疫苗是世界上最好的 最棒的 No.1 而且他自己不光这么说 他自己也确实施打了好几针 中国的国产科兴疫苗 确诊之后他就算了 让他最无奈的是买不到药 他作为一个这么田中的 一个台湾艺人 他都买不到药 你想想老百姓怎么买得到药 所以他就在网路上去相当于是抱怨 应该不算是抱怨 他也不敢抱怨了 因为我记得在不久之前 他在网路上抱怨 中国的过度的防疫政策 因为他自己都被社会主义铁拳打到了 好像是说他跟朋友在外地吃饭 然后遭到当地的城管 还是说工作人员的驱赶 不论你是有多么田中的台湾艺人 人家工作人员在这个伟大的清廷政策下 完全不care你是谁 你皇安算老几 所以皇安就一下就生气 就怒了 当时就发了好几则微博贴文 委婉的去批评这个防疫的这个过度 之前他一直夸中国的防疫怎么怎么怎么好 最终他这个抱怨呢 也是因为自己受到了铁拳的打击 他才跳出来这么讲 后来呢是因为遭到很多中国大陆网友的谩骂 所以这件事也就没有再回应了 那今天呢他因为买药难的问题 他又在微博上 这次他就没有抱怨了 他也不想做到两遍不讨好 所以说他还是要照顾到大陆网友的这个 小粉红的心理情绪啊 所以是相当于是委婉的去表达自己 现在有困难确诊了买不到药 当然我也看到很多大陆网友 在他的微博下面贴文留言说 他们都买不到药 所以说这件状况也并不是你黄安一个人的问题 大家都买不到药 所以黄安呢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 担心小粉红再次集体崩溃 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委婉的进行抱怨 只是分享了他的目前遭遇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一次他就没有发抱怨文 但是反倒是小粉红担心他发抱怨文 于是在他的微博下面就纷纷留言 来解释啊 因为中国大陆人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 微博上的中国网友 有小粉红说 安哥您是善良的人 好人终会有好报 相信您很快就会痊愈 嗯 好人是会有好报的 但黄安他不是好人呢 他怎么可能会有好报 好人是有好报 恶人是有恶报 所以他为什么会确诊 因为他就是恶人 你竟然说华安是善良的人 好人会有好报 那他为什么今天要确诊 所以我觉得小粉的逻辑都很荒谬 相信真话 我就是说真话 这个中国很了不起啊 世界唯二唯三的疫苗我们都有了啊 一些口碑很好 世界各国抢购 作为中国人呢 我们都可以被通知 中国是一个很小心又很聪明的民族 他做的疫苗 不会拿自己人民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中国疫苗值得信赖 高贵不贵 这个有些台湾媒体哦 信口开了 说什么台湾 这里的台商被强迫 打针啊 你放屁啊 你爱打不打 躲在岛上 当一只警钟之蛙去猜测 那种新闻是假新闻 靠不去 好 王老师之前看你打的国产科兴疫苗 听你说保护率世界第一 我也去打了 最近我也养了 这咋回事 那我相信有的关注中国新闻的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 中国一直宣称中国的疫苗是最好的 并且呢 中国是全世界接种疫苗排名世界第一的 也就是几乎全民接种 但是你不觉得今天这个局面超尴尬 超搞笑的吗 竟然说你的疫苗是最好的 你的国家全民接种 那为什么今天都全民阳性呢 这不就很荒谬吗 说明你的疫苗跟水没有区别 安哥 现在是冬天 全世界疫情都严重 不只中国大陆 希望你赶快恢复 像这种言论就很明显是喜地味 大家在讲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 你说啊不是不是不是 全世界疫情都严重 而且讲的好像很合理似的 因为现在是冬天 全世界疫情都严重 哥 谢谢你一直以来为祖国疫苗发生 没想到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等痊愈后 大家都要多打几支 国产的科兴疫苗加油 这种小讽啊就是疫苗打的打的脑子都打坏了 你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 还得了新冠 你说等痊愈后大家都要多打几支 国产的科兴疫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确诊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不够多 又在为这个疫苗洗地 疫苗还是很棒的还是全世界最好 只是我们打的太少了三针不够 所以说 呃没想到疫情这么严重 等痊愈后大家都要多打几支 国产的科兴疫苗 我相信你不管是打到一百支 你还是会确诊 因为那个疫苗就没有用啊 安哥 大陆现在是最安全的 几乎达到全国群体免疫的水平了 你可以在大陆安心休养 等我们恢复后 中国还是最安全的 我的妈呀 这 这所有的话都是你们在说的 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反正国外没有发言权 那之前你们又说 美国全体免疫是罔顾人民的生命 那现在你们就不提这句话了 你说现在中国又变成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确诊了 大家都有了抗抵 然后说 中国还是最安全的 哇 你们这个逻辑我真的是无可恭维 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都是你们中国赢了 所以就像我们中国一个专家说的 我们中国在任何时候呢 都是双赢 赢两次 暖心 安哥啊 买不到药不能怪大陆啊 中国人太多 新闻说台湾现在也很难买药 真的吗 总之中国各地买药都难 不止大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太多了 大家理解一下就好 听说喝盐水能杀毒 你可以试试 真假的 如果喝盐水都能杀毒的话 这三年在封城干嘛 盐水确实可以消毒 但是你说盐水能杀新冠病毒 那真的太牵强了 那请问各个国家还在买疫苗干嘛 直接买盐就好了 总之中国各地买药都难 就是不管是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买药都难 所以说中国各地买药都难 拜托台湾不是中国 华安大哥这次就安心在大陆老家待着吧 他老家不是算台湾吗 你要注意休息 不用回台湾就医 大陆医疗水平现在已经赶超台湾了 真的吗 现在已经赶超台湾 哦确实 因为这条消息 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大陆网友在说了 哦中国的医疗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 所以说你现在讲这些话也不为过嘛 毕竟一年前就有小朋友就说中国的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 但是你这里应该要改一下 你这里说是现在已经超过了 错的 因为有其他小朋友说一年前就已经超过了 好吗 所以你们小朋友一定要一致统一一点 不要这样漏洞百出 这样会让人家一笑大方的 下次小朋友说 安哥 你以前还抱怨祖国大陆防控影响到你工作 你说不人性化 现在你应该懂了吧 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好 不然三年前你就感染了 之前抱怨大陆防控的微博该删掉了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因为他上一次 因为受到了中国严格的这个防控的管控啊 他的个人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好像是跟朋友聚餐吧 被驱赶了 所以这个也是蛮暖心的 所以这次这个小冯就提醒他 国家是为了你好 现在应该懂了吧 把之前的微博删掉吧 ok 下一次 小冯说 安哥 现在是全国都买不到药哦 不是你一个人哦 希望理解大陆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总是有些人把这个中国人太多了 拿来做下台阶来解释来洗地 真的没有必要 ok 我们再回到他说的 希望理解大陆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这次就不用抱怨啦 因为换作是其他人多的国家 药也很快会抢光的啦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让台湾媒体 拿去辛灾乐祸 冷嘲热讽造谣抹黑 谢谢你理解国家 天呐 就是新闻媒体本来就是 有一些新闻即时性的东西 他会第一时间去报导 这跟抹黑没有任何关系 那各家媒体为了抢这个第一手消息 包括独家报导 所以他肯定会报导的 所以这个小粉 你自己也就变相的暴露了中国的现况 现在是全国都买不到药欧 不止你一个人欧 你像黄安这种等级的舔狗级的人物 都买不到药 你想想普通老百姓 像我的朋友圈 微信上的好友 几乎没有一个人买得到药 而且是几乎所有的人确诊了 确诊了就是靠自己 政府现在已经不管了 为什么不管我前面两支影片已经讲了 当然很多粉丝 并不一定是这样的言论 大多数的粉丝都是 祝他个人身体健康的一类的留言 那我觉得黄安这种人呢 真的是最有应得 就像他的那位小粉红粉丝说的那样 好人也好报 你黄安呢 过去做了那么多的亏心事 终于阳性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拍拍手 这样的一则写讯 大家想要庆祝的方式 其实超简单 大家只要按个小铃铛 按个赞 就是一种庆祝的方式 OK 拜拜 累死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